台七線連日暴雨 道路中斷已經邁入第三天了 在明池山莊還是有三百多人受困 就怕物資藥物用完 山莊裡頭還有二十位的病患急需用藥 甚至當中以為是癌症的患者 宜蘭跟桃園分別派出了救難隊 徒步扛著物資上山 而道路搶收的方面 預計通車的時間是一言再言 恐怕得要等到月底才能全數的搶通 至於道路貪方的驚險畫面 現在也曝光了 對上的藥有沒有完整 受困的遊客迅速接過消防隊員手中的藥品 十八號晚間救命的藥物抵達明池山莊 因為二十位遊客急需用藥 其中一人還是癌症患者 再晚一些恐怕病況惡化 快一點 快一點 要貪方了 快點 明池山莊三百零一人受困進入第三天 好大雨造成道路中斷 十八號上午救難隊肩扛物資徒步上山 就怕隨時還會再坍塌 救災人員護著物資沿著山壁小心通行 從桃園方向 從宜蘭方向都有救難隊 再往前挺進 都是這種慢性病的用藥 那目前沒有特別需要緊急救護 台積縣週末大雨 六十八公里至八十四公里 多段道路貪方完全中斷 旅客受困明池山莊 雖然缺電 上百人全員平安 原本預計用直升機空投物資 但天候影響只能透過人力運送 台積縣原本預計強通完畢的時間 因為連日下雨一言再言 上面又發生山處 路基流失擴大 加一加大概兩百多米 山處加起來是兩百多米 路基缺口 現在不會通 大雨下不停 又新增了山處斷點 路基不斷流失 最糟狀況 台積縣可能要等到月底 才能修復完畢 藉李柯研 宜蘭報導 在此 只會有兩百多米 偶短 只會有兩百多米